字幕提供 我想我們做一邊用餐 大家都不要客氣一邊用餐 感謝高卓爾老師 今天來幫我們參演說 給我們月圓的Semina 做一個演說 題目是 EPH, Signal in Spinal Motor at Sound Guidance 好 那這個Tenum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是一種學習 那就請高卓爾老師 討論講 各位同學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要講的是很簡單 就是運動神經在發育的過程中 如何尋找到它的真愛 這個真愛一輩子只能長一次 在運動神經 脊椎的運動神經它的真愛就是肌肉奶 好 肌肉就是這個肌肉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圖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的這個 Limage之一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肌胚胎的運動神經 肌胚胎的脊椎 然後在embryonic stage 的時候 它的運動神經會存在在它的ventual form 這邊 然後呢 運動神經的self body 它會延伸它的exon 長出去到四肢的肌肉 那這邊你看紅色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EPH 這個receptor 那藍色就是nevofilm 那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 exon guidance 就是發育的過程中 神經如何透過軸突引導的這個過程 去尋找到它正確的這個目標 跟它們產生連結 然後在 然後EPH跟Efference 這個guidance system 在exon guidance裡面 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然後還有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這個 spinal motion urine 來當作我們的一個report model 去study exon guidance這個課題 那最主要的發音就是呢 我必須要提到就是 那就是我開始這個 這個課題的第一個project 就是我在post-tock的時候 所involved的第一個project 那就是去identify sarc-feminine guidance這個protein 它是EPH signal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有效物質 然後在加入北域之後呢 我開始了另外一個課題 那這個課題也是identify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EPH effector 就是alpha-2-kagan 那它是一個REG GDPS activated protein REG gap 那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軸突引導 那我們都知道神經 中屬神經細腦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它一開始會從幹細胞變成 神經骨細胞 然後最後會分化成 之後會分化成各種不一樣的 不同種類的這個神經細胞 那這些相同種類的這些神經細胞 它會聚集在同一個region 在大腦的方法叫layer 在spinal cord叫colum 那這些相同種類的神經細胞 讓它們migrate到同一個region之後呢 它們就會開始生長它的exon 然後去尋找它的存在 那不只在同一個region裡面 不管是layer 大腦裡面的layer 或spinal cord裡面的colum 同樣的colum之間 細胞跟細胞之間會產生連結之外 在不同的region 它們也會有非常精密 無數的連結產生 那如何去尋找 神經細胞如何去尋找到正確的細胞 才生連結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從cellular level來看 每一個神經細胞 會有一個exon 在它的頂端 會有一個特殊的構造 叫做生長錐 Gross cone 那Gross cone的表面呢 可以表達一些guidance receptor 那guidance receptor 會跟環境中的 它特定的這些ligion 配體 來做出連結產生反應 那所產生的反應呢 大致上分成兩種 一種是具有排斥的作用 那combine 的情況 就會讓神經細胞的exon Gross cone做出判斷 然後決定往哪邊 被引導到哪個方向去前進 那在過去二、三十年之間 已經發現了不同family 這些guidance 就是Lydance receptor的guidance system 那其中包括了 像是Netron、Lydance 還有它的BCC跟R5 receptor Sliton、Robo、Semaphorum跟Plexan 還有Neophilin receptor 還有今天的主角就是Ephrine Ephrine、Lydance跟EPH receptor 那簡單介紹一下Ephrine 跟Ephrine這個系統 那EPH它是Tyracin kinase receptors 那它最主要分成兩大類 它有A跟B兩種 那這兩種分類的依據 是看它跟哪一種Ephrine、Lydance 可以辨識出來 然後做出連結 那Ephrine A跟Ephrine B最大的不同 是它的Structure 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Ephrine B它有非常完整的 這個Ultracellular domain 但是Ephrine A它沒有Ultracellular domain 它只有GPi anchor 它固定在Membrane上面 是用Membrane上面 那當Ephrine跟Ephrine 與EPH產生連結的時候 它會活化 特別是在EPH Receptor所表達的這些神經細胞 活化一連串的Signalming Pathways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Forward Signal 那Forward Signal 通常是具有一個排斥的作用 就像剛剛講的 那當生長椎上面的EPH Receptor 跟環境中的Ephrine 產生連結 就會讓這些Gorscombe 有一個排斥的影響 那這邊稍微要提到的就是 在一些特殊的Case Ephrine也有可能會被當成是Receptor 那因為當Ephrine跟EPH連結的時候 Ephrine表達Ephrine的這些細胞 也會產生一些Signal Pathways 那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叫做reverse signal 因為這是unconditional 也有conditional 那目前您知道在 Developing Decentral Nervous System裡面 EPH跟Ephrine呢 involved非常多的功能 包括像是Axon Outgrowth Axon Guidance 還有Cinepogenesis 就是一觸的形成 那除了在中途實驗系統之外 它也involved其他的不一樣 所有的功能 包括像是體結的形成 Seal Migration 血管形成 肢體的發育等等 那都需要Ephrine 那這幾年呢 Ephrine跟Ephrine再度受到重視 就是因為已經有許多 直接或間接的證據顯示說 這個gine system 它也involved在不同的 這個human disease 包括像是Diabetes 還有Cancer 還有Cancer的那個Metastasis 還有一些神經兌換性疾病 的Progress 包括像是AWS 所以透過更加了解 Ephrine的Signament Password 希望在未來 很快可以當作我們更加了解 不只是發育的過程中的一些 Magnosis 還有就是在疾病上面的一些 Progress的一些機制 所以這是目前已知的部分 這邊是用A-Signament 來做一個 來當作一個例子 那目前已經有許許多多的 這些因素 但是大部分這些證據 都是比較不直接的 BioCampus 或是Involture的Evidence 那involved的證據 目前的採集非常稀少 所以這值得我們去探討 進入去探討 它到底有哪一些 Diabetes的Effector 它是在involved的Evidence Diabetes 我們這邊也看到 有許多的這些 就是Effector Protein 那不一樣的Effector Protein 會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t Cellular function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目前很少人去直接的比較 到底EPHA跟EPHA的Pathway 是不是運用到 利用到同樣的這個Effectors 那這邊我們也會 給你們來做探討 那 研究XM Guidance 可以運用到不同 許多不同的部位 那 比較常見的 Traditional部位就是 利用RGC 就是四神經的一個 的這個 在化學過程中 那還有其他 很多其他的部位 像是 Meprodellum 等等 那這些 部位 他們的 projection 的 研究 相對來講 比較複雜 那這邊我們選了一個 比較 比較 構造來講 比較簡單的 部位 來做 Exon Guidance的研究 那這就是 位於 Lowbrows 或是 Toresic 就是胸部 或者是 腰部的 這個 Spinal core裡面 所在的一些特定的 神經細胞 運動神經細胞 叫做 Lateral motor column 側邊運動神經處 的這些 運動神經 那這些神經 他們會 發育的過程中 他們會 深掃他們的 Exon 到肢體的 肌肉 到四肢的肌肉 然後去 判斷出 他們正確的標的路 然後跟正確的肌肉 產生連結 那最終就是 會去控制這些肌肉的 那個 那在發育的過程中 呢 LMC 可以被 分成兩大類 包括Lateral 跟Medial 這兩大類 那Lateral OMC 當它 生長到 Basic Lim 它只會往 Dorsal 的肌肉 大肌肉塊 去做 做出路徑的選擇 然後 Medial OMC 它永遠只會往 Ventral的方向 做出路徑的選擇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過程非常簡單 一個 Binary 的一個 路徑的 選擇 那另外一選擇 這個 這個 模特兒的原因是 這個部位的原因 是因為 EPH signal 在這個部位 已經 它的功能已經 我們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我之前在 Polstoc 這家人大 Polstoc的實驗室 他們已經發現說 在Lipro LMC For example 它表達非常大量的 EPHA-4 那這些 EPHA-4 你們可以看到 這是 Antibody的 這個 Stanning Lyto Lyto OMC 往Dorsal的 Masonry 展過去 表達非常大量的 EPHA-4 然後呢 當它抵達 Base of the Link 的時候呢 它會跟環境中的 EPHA-4 產生連結 然後被排斥 那EPHA-4 因為它表達在 Ventral side的Lim 所以它 所以這就導致 Lyto OMC 往Dorsal 去做projection 那相反的呢 Medial OMC 它表達非常大量的EPHB 那當它遇到環境中 表達在Dorsal Limp 的這個 EPHA-4 它的Ligand的時候呢 它會被排斥 然後被 project到這個 Ventral Limp Masonry 那 這邊要跟各位提醒就是 在 一般的情況下 EPHA-4 不會跟 EPHA-4 產生 任何法律 一樣的意思喔 EPHA-4 跟EPHA-4 不會有任何法律 這就是為什麼 這會有一個 這麼完美的這個 我們講MIRROR like symmetry 產生 那 接下來呢 我就跟大家稍微 review一下 之前 在Postock所做的 發現的第一個 這個 EPHA-4 D downstream intermediates responsible for spinal motor 跟Postock 首先呢 我們發現了 就是在 Spinal Core裡面 這是 G還有這個 小組的配胎 在Spinal Core裡面呢 有兩個不同的SARC 這兩個 SARC-Fermic Kinase的 Member呢 他表達在 MOS 大部分的 這個 NMC Euron裡面 那 Medial跟Lateral 他都表達了 它的 SARC-Fermic Kinase的 Indogenous Inhibitor CSK C-Terminal SARC-Kinase 他一樣 在Medial 和Lateral 有表達 你可以看到 在Chic MOS 它的expression pattern 都是非常類似的 首先我們確認了它的 SARC-Fermic Kinase 在這邊 有表達 接下來我們要 問的問題是 它是不是 Involved在 Spinal Core的Exam Guidance 然後呢 我們要確認 它是不是 在這個部位 有Involved 在EPH signal 然後 它是不是 Involved在 BOTH A跟B Patchways 所以這三個 我們要問的問題 首先為了回答 第一個問題呢 我們做了Loss of Function 測試 那這邊呢 我們 Overexpress 它的Indogenous Inhibitor 就是CSK 去 Inhibit SARC 的 function 然後這邊呢 我們利用了 GK胎 來做相關的研究 那 除了GK胎之外呢 我們有用 SARC的精英地屬小數 然後運用了這個 密相 神經追蹤這個技術 來去分析 LMC的Exam Projection 就是有產生錯誤 那 這邊 方法的部分 會再稍作解釋 然後 為了 GConvert SARC 是不是Downdstreet of EPH signaling 我們 會Corexpress 這個EPH 跟CSK 去看說 當我們 Inhibit SARC 當選擇 它會不會 rescue 這個EPH 所造成的這個Fenotype 好 好 那 那 Overexpression 那個CSK 去Inhibit SARC 的方法 我們就用了G配胎 那這邊我們 所使用的就是 Obo 的Tropulation 就是 G配胎電穿孔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都知道 G配胎是在 雞蛋裡面 那我們 要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 先在 雞蛋的上方 打開一個Window 然後呢 我們就 Inject 這些Virus Plasmids 帶有Reportant 就是用GFP 來顯示 帶有Reportant的這些Virus Plasmids 我們把它注射到 這個Neurotube裡面 然後施餘電積 那電積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其中二的這個Spinal Cord 會充滿這些Virus Plasmids 帶有CSK 還有Reportant的Virus Plasmids 然後我們等 兩到三天 直到這個Exxon LMC的Exxon 他已經Mate Dorsal Adventure的Choice之後 PVChoice之後 我們犧牲 做切片 然後做 明明組織染色 去看說 它的這個Dorsal Adventure Projection 的這個Proportion 是不是有 產生錯誤 那下面這些就 就有了一些Image 就是Sample的Image 那這邊就是 雞配胎的部分 這個打開 我們就會看到 這樣子的構造 頭朝下 尾朝上 然後電積擺在這兩側 所以我們再從這邊 注射 DNA到Neurotube進去之後呢 就施餘電積 這邊可以看到 在電積之後 這是過了兩天 我們犧牲 我們可以看到 這後肢的部分 後肢 引發 可以看到GFP的Report 或者它有非常大量的 表達在這個 Spinal Core裡面 做橫向的切片 可以看到 其中一側的 這個 其中一側的 Spinal Core 充滿了這些GFP Voter的 protein 然後呢 這邊 一樣 拿著其他的一些Marker confirm Voter Neuron 還是存在 我們在分析 Exon Projection之前 我們必須要做 續續多多的 Control Experiment 去確認說 我們 Express 這些Plasmic 不會對 運動成定細胞 造成 異常的 細胞雕王 或者是 它的Selon Identity 不會 產生異常的改變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只會秀一次而已 就是 其他的 我會不秀 那第一次 就是 這次 像這個實驗就是 我們去OVX 或CSK 就是 SARC Inhibitor 去造成SARC 的Loss of Function 那這邊呢 我們 利用了它一些Marker Medial 跟Lateral 有形式的Marker 去Label它 然後 利用這些Marker 去算出 Total Seal Numbers 就是 Control組 跟實驗組織 是 維持 一樣的速度 然後呢 我們再去檢查 它 Medial 跟Lateral OVNC的Propulsion 卡座組 跟CN組 是不是一樣 就確認說 是不是有過多的Lateral 或是Medial 或者是它的Selon Identity 造成改變 然後 除此之外 我們也要確認的是 我們 Electroclate 的細胞 神經細胞的速度 也是相接近 不然 當我們去Count 這個Exome Projection 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些陸差 然後最後 我們現在 把EPH Receptor 的表達 Expression Pattern EPH A4 D1 Expression Pattern 是 維持 一樣的情況 這是基的部分 小組的部分 一樣 Leon Marker 去Mark Spinal Point 當然 基因地圖的小組 我們必須要確認 Sign 並沒有表達 然後 一樣的 CheckTotal 跟Percentage 然後還有 就是EPH 的 Expression Pattern 是一樣的 然後 當我們 Check了這麼多 的Control 的實驗之後 我們接下來 就是分析到Exome Projection 這邊 就是剛才提到 剛才各位提到 用CSK 去Inhibit SARP 的 Function 然後GAP 是Control Control組 你看到Control組的實驗 Neuro Filament 是代表 Label所有的 Spinal Mumps 然後GAP 就是我們 要做量化的一個部分 沒有 那在Control組的部分 Dorsal跟Ventral Proportion 應該是要接近50 55 但是 當我們OpenStreet CSK 去抑制Sign 的 Function 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有比較多的這些 Modal Exxon 它Project到Dorsal去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 Made兩個Hypothesis 那第一個就是 Sign 的Inhibition 會讓一部分的 Medeal OMC Misproject到Dorsal 另外一個 有可能 比較複雜的 scenario 就是 它可能會影響 Medeal跟Lateral 但是 Medeal 跑錯的 比例比較高 但是Lateral 跑錯部分比較少 所以造成 Overall 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多的這些Exxon 往Dorsal長過去 Either way 我們都要確認 Medeal OMC 它至少一部分 Medeal OMC 它 因為Sarc Loss of Function 導致它的Missprojection 所以我們這邊 運用了Medeal OMC的Exxon Marker 這個Ide1 Enhancer 可以看到 跑錯的情況 只有Ide1 Enhancer的情況 它就只有Label Ventral Ventral Spinal Nervs From Medeal 然後 Co-expressive CSK 就可以看到 有非常大量的 Medeal 和Mexxon 它長錯方向 它往Dorsal 長過去 它顯示說 Loss of Function 會導致 Medeal 和Mexxon projection error 這是for sure 接下來 我們要確認 Lateral 也有involved 那很可惜 我們沒有Lateral 寫上了Marker 可是我們 利用了另外一個技術 就是逆向 寫力追蹤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就是 我們利用一些reagent 一些agent Rissure Retration 的一些agent 比如像是HRP 比如像是Dextrin 這些agent 有一個特性 就是當我們把它打進肌肉 的時候 它會跟 與這個肌肉連結的神經 被這些神經所吸收 然後呢 它會被這些神經 transport back to the cell body 所以當我們打進肌肉 這些 比如說HRP打進其中一側的肌肉的時候 它就會去label 連結到這些肌肉的神經 所以 一般的情況下 正常的情況在wildtype的情況下 當我們打HRP 一進入dorsal link 就只會有lateral MC 的mortor neuron 會有HRP 對不對 那qualification 也顯示出只有非常少量的這個error 但是呢 在SARC-Newton的 vice裡面呢 我們可以發現 有significant higher amount of HRP 表達在i-lay-one positive cell 那i-lay-one是ne-lmc 它顯示說呢 當SARC 當SARC 被label之後呢 ne-lmc 它missproject到dorsal link 那這邊顯示了 非常大量的這些 ne-lmc missproject到dorsal link 那這個跟我們前一個lena看的是一樣的嘛 這只是咖啡我們在GPTA裡面看到的結果 所以media-one-c involved a 然後有involved在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lateral MC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小版的實驗 我們就會把HRP reject eventual link 然後看呢 在一般的情況下呢 只會有media-one-c 可以label 但是在SARC和Nagal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的這些lateral MC 也是co-experienced HRP 那這邊呢 我們看到significant different 顯示說 也有一部分的這些lateral MC 在SARC和Nagal 在Nagal或Nagal之後呢 也會產生missprojection 但是它的這個比例呢 跟media-one-c的分量它有比起來 輕微許多 所以這邊conclusion就是SARC 其中一部分是media-one-partial 那是partial 在lateral 也就是significant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看 我們現在confirmed了 SARC已經involved 在MCA sun projection 大部分是media 一部分是lateral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它是不是involved 在EPH signal 所以呢 我們這邊所做的是 一個比較間接的方式去證明 這邊看的是 我們先over-experienced EPH B或EPHA plasma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會造成exon projection的一個error EPHB over-expression 會讓比較多的 LMC exon往ventra 然後呢 EPHA over-expression 會讓比較多的 LMC exon往dorsal 但是呢 當我們co-express with CSK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partial risk 的effect 在EPHB 這邊我們發現 當我們co-express CSK 與EPHB的時候 EPHB over-expression 的phenol type 基本上的情況就消失了 但是呢 當我們co-express CSK 與EPHA的時候呢 看到它的phenol type 只有partially partially 那這邊顯示 說就是SARC strongly involved 在EPHB signal 但是只有partially 可以involve在EPHB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battle figure 這邊呢 我們發現呢 在medial OMC exon裡面呢 它需要EPHB 去這個enferent B 產生連結被排斥 導致它的lantral projection 那在這裡面呢 SAR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但是在lantial OMC呢 這邊呢 這邊呢 EPHB4的signal 它所以呢 SARC呢 它的角色呢 是這個partially involved 那顯示說 應該有其他的一些 更重要的downstream factor呢 Either downstream of SARC 或者是它 repanel of SARC 它可以直接被 EPH A 所活化 然後呢 然後呢 產生這個 這個repulsion的一個情況 所以 接下來呢 就是加入北極之後 所做的下一個project 就是 Alpha-2-Kameron 在lantral OMC的一個function 就是去年在general science 所發表的一篇paper 那Alpha-2-Kameron呢 它在2008年的時候造成空洞 因為它在這個signal 發表的一篇paper 顯示說這個Alpha-2-Kameron的mutation 就在human上面 它的Alpha-2-Kameron的mutation 會造成一種Dwayne Retraction Syndrome 對你的這個 球類式的這個眼球 退縮 退縮 退縮的一個症候群 那這個 所造成的原因是 因為Alpha-2-Kameron的mutation 導致動眼神經呢 的projection到 正確的動眼肌肉上面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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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產生錯誤 那這邊呢 所產生的最主要的Phenotype 就是呢 當我們人要往外側看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的左眼要往左側看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眼球是沒辦法往外側運動的 所以呢 右眼是往內側看 往左邊的話是往內側看 它是可以正常的運動 但是左眼往左側看 它就是沒辦法運動 不管是左上或者是左下 都沒辦法做出運動 那這就是因為在發源過程中 從動眼神經 它的這個projection 到正確的動眼肌肉 的這個 exam guidance 的一個情況 才成為錯誤 那這邊呢 他們利用了基配胎 在這個 paper 裡面 他們利用了基配胎 去over-express either wild-type 或者是 mutan Alpha-2-Kameron的mutan 然後去觀察說 在這個動眼神經裡面 它是不是能夠正常的去project到 正確的代表有外疾 那這邊會發現 Wild-type 的情況 over-expressant 就是GLP-only的情況 它projection 是正常的 但是呢 在over-expressant的mutan之後 或者是Alpha-2-Kameron之後 它對於這個 exam projection 所造成的效果 所造成的 有會有一個錯誤的情況 包括像是 停止生長 或者是 extra branching 或者是 deversiculation 的一個情況 產生 那顯示說 Alpha-2-Kameron 對於這個 動眼神經的 非常 guidance 是有非常重要的 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在 Spinal-water-neuron裡面 先去confirm Alpha-2-Kameron的一個表達 那一樣 我們在小鼠 跟基變攤裡面 都發現Alpha-2-Kameron 有表達在 這個 medial 跟 lateral mc 都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問 一樣的問題 它是不是 involved在 EPH 所負責的這些 lmc-exam guidance 那首先我們要看 它是involved在 exam guidance lmc-exam guidance裡面 然後看它是不是involved在 both EPH class 的這個 syndrome 然後因為四個已經 SARC的這個favor 是2098 這是2015年 四個已經六年了 所以reviewer 已經不會讓我們 這麼簡單 就做一樣的東西 就過了 所以他們要求的東西 越來越多 他們這次呢 就要求 那你這Alpha-2-Kameron 所看到的這個Phenotype 在adulthood 小鼠這些 這些基因體的小鼠 它長大 除了是出生長大之後 是不是會有 類似的這個 Exam projection 的這個Phenotype存在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 一連串的 這個腥味 還有這個 Modicule biology 的分析 那一樣 它這個 experiment的這個 製作呢 我們採取了類似的 approach 就是首先基 利用這個 sirRNA 去lockdown Alpha-2-Kameron 的expression OK 然後呢 我們也用了這個 Alpha-2-Kameron Gentrap 的這個Mutant 去分析它的 Exam projection Gala function 的部分 我們LogExpress Wild Type 或是Alpha-2-Kameron 的這個Mutant 的Plasmic 去觀察 然後呢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 利用這個 比較直接的證據 就是用這個 Invitro的 Strape Asset 去觀察說 Alpha-2-Kameron 是不是Publish Trim 或者DPH Signal 那這邊呢 我們使用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 LMC的這個 X-Plane 從Spinal Cord取出來 把它放到 Culture Dish上面 那這Culture Dish的 底部呢 我們鋪有一層 地毯狀的 這個Strape 那這Strape的 這個組成呢 是由 Effern A 就是Ligens 不同的這些Ligens Effern A 或Effern B 然後中間間隔著這個 Control Molecule 就是沒有 對Axon Guidance 沒有任何影響的 Molecule 由這個方式來組成 這個Strape 那這邊 就有一個例子 左邊這邊是 Control 整個實驗 我們只有放了這個 FC就是Control Molecule 你會看到 這個EPH-A4 去Label Lateral C 我們可以看到 它生長的這個Pattern 就是 比較Random 它會Cross 不同的 Strape 但是呢 在這個Effern A5 有Effern A5 的Strape 上面呢 我們看到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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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些 Neurys 你可以看到 它 傾向於生長在 Control Molecule上面 而會去避免 會去回避 這個Effern A5 Strape 其中有一些人 你會看到 它會非常突兀的 非常直接的 喜好產生 可以看到 它會 再經過一兩次之後 它就會直接的轉彎 那 這裡是Confirm 就是Effern A5 對於 這個 EPH-A4 這些Neurys 有一個排斥的作用 好 首先我們利用這個 條文分析法去Confirm Alpha-2-Conference 是Evolved在 Lateral OMC 那這邊是 利用了這個 Effern A5 Strape 首先我們要看到 Control組的實驗 OK 大部分的這些 Lateral OMC的Neurys 會被Effern A5 排斥 這跟剛剛 主題到的一樣 這是在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我們會觀察到 Lateral OMC 表達大量EPH-A4 會被Effern A5 排斥 當我們 Lockdown Alpha-2-Conference 的時候 我們發現 這個Sensitivity 這個Preference 基本上 完全消失了 那這邊是 Combine B原 是Combine 五組的這個實驗 所畫出來的一個圖 那 Ontification 也指出 Alpha-2-Conference 的Lockdown 會讓 Lateral C 對Effern A 不再 Combine 比較有趣的是 當我們 Ontexpress 這個Alpha-2-Conference 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它跟Lockdown Function 會有一樣的 這個Penotime 類似的Penotime 那這邊呢 我們在 Discution裡面 有稍作解釋 但是 還好 Review人沒有再進一步 去詢問 要不然再問我們也回答不出來 那我們所做的解釋 是 Alpha-2-Conference 它本身所存在的一個型態 是 是 inactive的一個 configuration 它必須要有 一個輔助的 protein 叫做NCK 去induce它的 activation 那 當我們要去做真正的 Gan-of-function 解釋的時候 我們必須 去Overexpress 同時去Overexpress Alpha-2-Conference 跟NCK 才會 讓Gan-of-function 的Penotype 產生 光是Overexpress Alpha-2-Conference 只會 讓它去compete 更多的這些 inactive configuration 這些 alpha-2-Conference 去compete 與NCK 這就會產生 一個類似Loss-of-function 的一個情況 類似像是 Dubland 然後 這邊 我們 也 Overexpress 的Gap Mutant YRV Mutant Alpha-2-Conference 然後這邊 我們看不出 有任何的異狀 顯示說 這個Gap 的Domain 對於 對於 對於LMC Lateral Mc 的Examplejection 似乎並沒有任何的 一個 似乎並沒有 involved在其中 所以這邊 confirm 就是Alpha-2-Conference involved在 EPHA 所負責的Lateral Mutant 這是Unitual Distribution 然後我們接下來 看EPHA B所負責的 Medium LMC 很殘念的 這邊我們並沒有看到 不管是 SIR Nature Mutant 或者是 Overage-based Alpha-2-Conference 我們都沒有看到 它對於 Efferent B的 Sensibility 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這邊顯示說 Alpha-2-Conference 對於EPHB 所負責的 Medium 和MC 的Guidance 並沒有任何的錯用 所以這就有趣了 Alpha-2-Conference 它表達在 Medium Lateral 都有 但是它卻只有 對於Lateral Gonference 的Exxon Projection 也造成這個作用 OK 所以這邊我們 接下來 Ponify 它的Exxon Projection 利用 Invitral Stripe In Oval 的Exxon Projection 去看 Invivo 的一個情況 這邊可以看到 跟GMP Control 來比 Knockdown Overexpression 這邊可以看到 Mis-projection of Lateral Mc 到Ventral 這跟之前 這個解鎖是一樣的 這個Gap Domain 也顯示說 Gap 在這裡面沒有 並不involved 但是 SH2-Conference 似乎 是在 Exxon Projection 的一個 情況 它 SH2-Conference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 我們就看說 Alpha-2-Conference 是當訊號 EPHA signal 但是 EPHB 並沒有 那這邊呢 我們一樣 Overexpression EPHB 可以看到 Mis-projection ofLateral Mc 到Ventral Line 造成它的Ventral projection 已經變高了 但是當我們 Nockdown Alpha-2-Conference 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情況 依然沒有改變 顯示說 Iran confirmed 就是Alpha-2-Conference 並不involved 在EPHB 但是 A相反的 它會讓這個 Alpha-2-Conference Nockdown 會讓EPH-A Overexpression 所造成的 這個Phenotype 完全的embolization 顯示說 Alpha-2-Conference 是Down-Shared of EPH 是EPHA signal 但是 Not-Down-Shared of EPHA 和EPHA 那最後我們用 Gentrap的 Mis-embryo 去 去 confirm 那這裡是 reviewers 的要求 因為它不滿意 G的data 所以 還要 我們找到一個 collaborate 它可以多往來做 那這邊我們發現 就是 我們利用這個 Light-Z的 這個mark Lin-1-Tau-Light-Z cross with 這個Alpha-2-Conference Gentrap Mutant 我們可以發現 正常的情況下 Ligh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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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project Davential Link 上面這邊 秀的是後肢 下面這邊秀的是前肢 你可以看到在後肢跟前肢 我們都會看到 一定程度的Phenotype 顯示說 Light-Z Light-Z Mis-project Davential Link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我們在embryonic stage 所做的研究 就是Alpha-2-Conference 對 EPHA 所負責的 Light-Z Light-Z X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對 EPHAB 所負責的 Medial MC 並沒有任何的作用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說 在它 進入Eout Eout 之後 Alpha-2-Conference 這個Phenotype 所持續 那我們 利用這個 兩種方法 第一就是神經印象追蹤的方式 去看說 Project 到Dorsal 還有Ventral Link 這兩個群 兩個肌肉群的這個 Spinal Maltus 它的分布是不是有差一點 另外呢 我們也做了一些行為分析 來去觀察 這些Alpha-2-Conference Muton 是不是會有一些 Exon-rejection 的Phenotype 那這邊就是 利用這個 Talera-Tuxin B 的 Injection 那這個一樣 它會 它一樣會有這個特性 會 逆向追蹤 去Label Seal Body 那這邊我們 運用了兩種不同 波長的這個 Fused Width 這個 Ventral Link 那 Inject到這個Flexor 就是Dorsal Limb 的這個 Muscle 用綠色的螢光 那 Inject到 Extensor 就是 Ventral Link Muscle 就是 紅色的螢光 然後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秀了一個 Sample Figure 在Wire Type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跟綠色的 這個 Tracer 的這個 分布 Seal Body 這個分布 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在 Alpha-2-Conference Muton 的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這個 一部分的這個 紅色的 Tracer Label的這些 Multin Neuron 很明顯的是 是存在在 原本應該屬於 只有 綠色的這個區塊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 不用Marker 是因為 剛剛之前提到的 這些 Transcription Factor 那些 Multin Neuron 的Marker 它只有在 Avionic Stage 有表達 所以這邊 我們並沒有辦法 利用這些Marker 在Dowl 裡面並沒有辦法 用這些Marker 去Label 去確認 它的Sale Identity 我們只能藉由 它的相對 分布的一個情況 來去做分析 那這邊 Young 跟Adult OK Young Bosnero 跟Adult 各種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利用三種 不同的方法 去Confirm它的 Phenotype 那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 類似於 這個 Sample Figure 所称的Phenotype 就是呢 當Avionic Cimeron被Muted之後 一部分 原本應該 只有 Milial MC 寄出到 Mentral Limb的 Phenotype 我們產生了一個錯誤 一部分 Lateral MC 它也 Misproject到Mentral Limb去 所產生的結果 就是 被紅色 Tracer label 的Multin Neuron 它的 Nokalization Shift 往Lateral MC Mentral Limb的 Color Shift 這個 Qualification 也顯示出來 就是 綠色的部分 Tracer的部分 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可是 紅色的部分 在Avionic Cimeron被Muted之後 它 所分佈的位置 往Lateral 的部位 去Color 顯示說 Lateral MC 在 Avionic 之後 即使是到了 Postnatal Virus 它也會有 Misprojection 的Phenotype 還是持續著 接下來我們做 行為分析 首先我們做Lateral 去看說 Lateral Mustral Strength 和Balance 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有受到影響 我們這邊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 定速的 一個是加速的 Lateral 定速的情況 光是 使用定速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20RPM的時候 Alpha 2 Cimeron Nuton 它能夠 停留在Lateral 上面的時間 明顯的比 這個Wildtype的時間 還要短 然後呢 在加速的 這個Lateral 的 Behavioral Test 上面呢 我們一樣可以發現 那經過三天的時間 去Train它 就會發現 Wildtype的 Nutimate 它是Trainable 它可以停留在這個 加速的這個Lateral 的這個時間 是會越來越長 但是 Alpha 2 Cimeron 這個Nuton 它卻是 並沒有任何的起色 那顯示說 Combine的情況顯示說 它得到Mortive 還有Buscle Strength 的一個 function 是有受到影響 那最後我們做了一個 稍微比較不一樣的 Behavioral Test 我們這邊把 把小鼠 倒掉在鐵網上面 然後 我們一開始想要去看說 他們 他們 挖在這個鐵網上面的 時間 是不是一樣 我們發現 Wildtype 跟Fa 2 Cimeron 掉在上面的時間 其實是一樣的 顯示說 它這個功能其實並沒有被影響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Fa 2 Cimeron 它有一個 Hyperflection的一個情況 所謂Hyperflection 它有一個過區的情況產生 這邊秀一個 可以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一般的情況下 小鼠 它會 四肢都會 緊緊抓著這個 倒掉的鐵網 但是R2 Cimeron 你看它會有一隻腳 是全驅著 至少都會有一隻腳 是全驅著 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那這就是一個 過區的Tinotype 那這在Wildtype的小鼠裡面 完全沒有這個Tinotype 只有在Alpha 2 Cimeron的小鼠 都有這個Tinotype 那顯示說 就是 因為Axone projection 過多的Axone projection Mis projection 造成它這個Hyperflection 的一個Tinotype 那顯示說 Axone projection 的Error 在Doutable的持續者 好 那坦白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 EPH的Doutstrain signal 特別是在Spinal Motor Neural的一個功能 我們發現 就是 在Medial MC裡面 EPHB 是負責 Medial MC的Ventral projection 那它需要SARC 去活化 到GP的SARC Doutstrain的SARC 去導入 濃縮 GP的 增長 然後造成 他的 Ectane SARC 的 Rearrangement 然後導入 GP的 增長 造成 它的 但是 Alpha的Tinotype 在這裏並沒有任何功用 相反的,在NATO-FC裏面 Down-Strend EDHsignol需要α2-Cameron Shan在這裏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卻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Down-Strend effect 在這裏面α2-Cameron 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Down-Strend effect的功能 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所以你這個時候來Publish 對,我們這邊是Publish,2020年Publish 2015年 2015年 對,去年,在Gen Eroscience 不過這個Down-Regeneration 沒有完全聽懂 那它不是Regeneration 它不是Regeneration 它是在發育過程中的guidance 但是如果已經發育完成 就不會再有這個過程 在一般的情況 就是在很高度的情況下 EPH的表達量是被抑制住 那顯示說這些物質 其實只是在發育的過程中可以需要 但是在神經受傷的時候 這些物質會異常的表達 所以它們對Regeneration也是有幫助 會有一些Potential的影響 目前還沒有太多相關的人球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些Potential 對呀,因為Mortal Neuron 如果能Regeneration 那當然很厲害 希望 這是一個目標 對呀 因為我們大概只能從臨床 那種外韓的講法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對於這個 剛老師的分享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實驗 都是在北宜能夠做的 大家講的可以太多錢 都可以在北宜做 都可以在北宜做 就是北宜界高老師今天也講 想問一下就是 你既然說 那個 像這些Stock 或Avato 可能 它是很重要去調控這樣的一個 Excel Guidance 可是你剛才有說過 Ebron跟EPH的一個信用Pathway 它也是會去 讀很多細胞的一些Mamplification 像是Dance Cell 那這樣的一個 這兩個strand的老鼠 像是Nagawa Mutant的老鼠 它在一些 就是發育上面 或者是除了這樣 Excel Guidance 還有其他的一些 Ferum type的出現 有 那最嚴重的是EPHK4 那 它的Complete Nagawa 其實有Variable的Severity 那有的 所以像我剛才講的 它因為它影響到的展現太廣 所以其實有一部分的小鼠 它其實是根本沒有辦法長大 或是沒有辦法出生 但Enferionic stage就是死亡 對 但是有一部分小鼠 它可以完整的長大 那所抱有的Phenotype 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它的 就是Flex Extensor 還有Codicospinal tract 的Phenotype是存在的 所以這些小鼠 它的走路方式 會跟兔子一樣是用跳的 對 它不在前腳後腳這樣走 它是會影響肌肉的一個 就是互相交錯的一個 對對對 它就會有一個Hopping的前方程式 那再來 剛剛就是Follow院長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 在一些神經受傷的一個狀況下 它 你剛才說 它會這些 訊號會在高度的表現 對 那因為你剛才有提到 這張Enferion 它在一些Cancer裡面 它也是有 背高度的研究 所以會不會是說 一些 發炎導致一些Cancer 它比較容易有 惡性或者是 migration的一個現象 跟這樣的一個機制有關係 是不是發炎還有 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 這些訊號的一個高度表達 有這樣的研究 目前是沒有直接證據去顯示 但是我覺得其實 蠻有可能的 蠻有可能的 因為發炎導致它的 它的 鏡被turn out 然後 所以造成 然後 造成它的一個過度表達 進而去影響 那比如說像是在癌細胞裡面 我相信 在癌細胞裡面 因為 EPH 它的過度表達 那造成它 跟環境中 即使只有非常低量的 這些Enferion的Ligen 它也會產生反應 造成 Meta 因為我是做Cancer 所以對這一塊比較興趣 謝謝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同學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右邊這邊都是同學嗎 蛤 有老師 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老師 老師 像那個 Everine和EPH 它在 就是 Bose的Membrani stage 腦袋當中表達 大概是在什麼 會有所 剛提到的四神經 它是在表達 再來還有Pheromus 它有表達 那其他的部位 我想應該有 過多部長就有 也有 但是相關的人就 比較少 那你們要去探討 就是說像 那個 EPH A 或者是 B 像他們分別是 經由 SAC 或者是 BATOO的這樣 那 他們 除了像你們講的 FB1 或者是 A 那其他的一些 它是 也是走這樣 走上的一個 Password 比如說像 比如說 B還有經常的 剛才秀出來 Everine它有很多的 類似的 一個Lag 對 那些的話 那些都是 跟這些Password 有關系 有報導嗎? 為什麼會挑 這兩個出來 是因為它在這裡面 表達非常大量 而且 它的分佈是非常明顯的 它只有分佈在 特定的 這個區塊 對 那其他的 其他的 EPH A 或是B 的Member 那一樣有表達在這裡面 那 有的一樣是有非常特別的 Distribution Pattern 有的沒有 那但是他們 表達量都沒有像這兩個 那麼多 那所以他們的角色在 在這裡面也是被形式掉 對 因為我剛才看 其實你的某一些 像 Overexpression 或者是說 一些Stocker的 那部分的 一些結果 看起來好像就是 似乎它也不是說 這麼完整的一個 控制 因為有些面容 還是會長大 並不是就完全 走到那個 Password上面 對 沒錯 請問一下 你會選擇做 Alpha Camerate 這個東西 是因為 NameFavor講到 它跟AOS的關係 所以你是想到 跟Moto 跟Moto Moto Moto 這樣子做螢解嗎 AlphaTut的檯片人當初 的確是因為 它已經被找出來 它在Exxon Guidance裡面有影響 那在 我沒有秀了另外一篇 paper 那時候在2009年 同時有三篇 paper 被co-published 在Neuron 在Nature Neuroscience 它這上面還有TD是在Sale 那這上面 paper 同時published 就是Alpha 2 Cameron 在Cortical Spinal Trend 的Involve 的功能 也是已經被證實出來 所以在各個 至少有兩種其他不同的部位 在Sentral Neuroscience裡面 都已經發現 Alpha 2 Cameron 是Involve在Exxon Guidance裡面 至於它是不是當訊號EPH Signal 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這才引起我們的興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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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Cameron 它有這樣的區域的功能 在Neuros有作用 在Nature Neuros有作用 在Nature Neuros有作用 有沒有 有記錄的hypathy 是否有記錄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它在Nature Neuros都有發出 但是為什麼只有其中 那剛才跟提到 就是Alpha 2 Cameron 它如果要被Atebate 它必須要有一個 輔助的一個Protin 叫NCEK 那其實我現在的實驗室 就是正在進行其中 就是另外一個project 就是 我們要探討NCEK的表達 因為NCEK 它表達的Exxpression Panel 其實很有趣 它只有表達在Nature MC裡面 但它並沒有在Medial MC裡面 就讓我們有這個hypathy是說 就是因為它的Conscription 讓Alpha 2 Cameron 的Activation 能夠被集合成 好 那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當然再一次 感謝高老師的演講 謝謝 謝謝 感謝 剛剛 好